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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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采访当中肖战说 他的演技是从0到50的突破 拍摄的时候他必须学习表演课程 写笔记和做家庭作业 他累得哭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虽然他想放弃 但是他仍然热爱表演 于是他坚持自己的毅力 一路走来 这一切似乎都是值得的 就像是肖战自己说的那样 他一路走来都保持着一颗少年的心 保持着对世界和生活的热爱与好奇 虽然他是娱乐圈的一张白纸 但是他依旧愿意抱着学习的态度 来做好一个演员该做的事情 所以肖战才会如此的昂贵 所以他才会到处被疯抢 但是这种疯抢给他带来了一些困扰 肖战的出现犹如是炸鱼一般 资源倾斜的背后 必定是一场无声的战斗